大马蜀包想要好吃还是得空心的 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呼吠教程 空心马蜀包的优势呀 就是还能放各种奶油类、卡什达等馅料 做成爆焦马蜀 现在店售来说,马蜀这款产品还是挺稳定的 自己在家做也是很简单的 鸡蛋打散,使用常温的鸡蛋啊 一般用马蜀玉拌粉的话,包装上就会有配方 但是它的油量,比如200克,用60克的油 我一般会减8-10克的样子 所有材料不分先后顺序加入 先拌至骨干粉的状态后,就下手揉 揉个两分钟左右 原味的会添加一些黑芝麻,更香 加入黑芝麻之后呀,继续揉 像搓衣服一样,把面团揉搓均匀 一定要戴手套,不然呀会粘手粘到怀疑人生 搓的过程,粘桌面的话啊 我们就抹点油,继续搓 也就是搓个几分钟,不要过度的去揉搓它 最后出来的面团状态呢,非常光滑,也不连手套 巧克力味的就是加一点可可粉 还可以加赖烤巧克力豆 但是可可粉的量啊,不能添加太多 也会影响麻薯的长个 红茶味的呢,加红茶粉 带点颗粒的那种 做法真的是非常简单,没有之一 但是要做成空心的呀,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用玉拌粉的麻薯包,我也出过教程 但是第二天会变硬 玉拌粉的呢,可以薄软2-3天 大麻薯一般是分28-30克一个 小的麻薯呢,大家随意分就好 分好后的麻薯面团呀,给它搓圆 搓圆呢,烤出来的麻薯包也是圆滚滚的 看起来很好看的 烘烤之前,喷一层薄薄的水 现在重点来了啊,想要麻薯空心 刚开始烤的温度一定要高 参考温度,敷炉110度12分钟 然后再转180度烤10分钟 烤干烤透 这样出炉后呢,就不会出现凹底呀 塌缩的问题 其实和泡芙的原理是有点接近的 中途一定不要开烤箱门 烘烤的温度,建议大家还是要调试一下 做好的麻薯包也需要马上烤 放太久也会影响空心程度 撕开各个都是空心的啊 有些个别的底部有成绩问题 这个影响不大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咯 我是尖尖,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 我是 Mix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